来看到台湾创新创业跨出第一步 位于加州密尔比达市的台湾大学矽谷中心正式启用 校长杨派池亲自清零剪彩 那么杨派池表示希望台湾大学矽谷中心 能够成为台湾跨入创业摇篮矽谷的第一步 成为连接两地的跨海大桥 进而带动台湾创业的风潮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杨派池 出现在美国加州密尔比达市 为筹备已久的台湾大学矽谷中心剪彩 北加州台大校友会会长陈丽娟等人也热烈相迎 大家彼此寒暄问候 气氛热闹为新 随后即时一到令人期待的启用仪式正式展开 包括杨派池校长 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科技组组长汪廷安等人一起见下台带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杨派池指出台湾大学矽谷中心 是台湾创新创业跨出的第一步 希望成功建立创业团队育成平台后 大学学术单位以及政府也能够投入资源 整合工营院 台湾科技 以及生技团区等机构加强台湾与矽谷间的创新临结 我们在台大推动创新设计学程 很多新创的团队 他们很好的proposal 那我们就帮他们把他送到矽谷来 利用台大矽谷中心 他可以跟这边很多的专家更多的交流 那很多校友在矽谷创业成功的 这些朋友们 他们也可以当成他们的指导老师 来指导他们 那我们这些团队到矽谷来 可以跟这些成功的朋友 有更多更多的connection 他们也帮忙指导他们 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形成新的团队 引入新的观念 来inspire他们 马松林处长则表示 他英文总统和副总统陈建仁 都是台大校友 台湾未来首要任务 就是发展经济和创新模式的发展 台湾大学系股中心成立 正逢其实有助于台湾创新产业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 国际台湾大学在系股成立 这个系股联络中心 真的是这个 是这个 正逢其次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未来一定对于 这个台湾跟系股之间的 各项的合作 跟联系沟通 一定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2008年台大创立 创意创业学程 2012年成立台大创联会 去年9月成立创新设计学院 今年4月教育部 政务次长陈良基 更率团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 史丹福大学等 学习创新设计相关课程规划 杨畔直希望能够延伸训练成果 让有潜力的团队到系股接受熏陶 进而带动台湾创业风潮 杨畔直并于剪彩后 与校友们进行查序 分享防言养生知识 也宣扬制造理念与远景 台湾文明社黄本出 美国上海和西 台湾报道